欧盟执委会日前宣布一项对抗气候变迁的大规模计划 计划中阐明欧盟会员国在2030年达到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减少55%的集体目标 这是迄今最具雄心的对抗气候变迁计划 这项计划将大幅影响运输 制造 贸易及消费者 其中包括2035年起禁止销售新的汽油车 柴油车及油电混合动力车 这项规范意味着到了2035年 欧洲贩售的所有汽车都将会是电动车 这势力冲击传统燃油引擎车和油电混合车制造产业 未来恐引起相关业者反弹 也影响就业机会 欧盟期望法规管制能为全球提供新标准 打造新的经营模式 但法规还需经过欧洲议会和会员国的同意 欧盟如何米平反对深浪 各界持续关注 庄社综合报道